童林一夜叹知府衙 要不说童林这个人他最义气 接到沈再宽他父亲的求救信以后 童林一般见侠 只离开广东青渊山取路 购奔浙江荣华 童林他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这一夜要过去 明天就在菜市口 开刀问斩 杀沈再宽 和这一案人等 就这个案子 属于文字狱了 得杀一百多号人 皇上刻派御前大将军 前来查明此案 到这儿奸展 童林告诉于秀娘王石谷等见侠 都在殿坊里面挡着 他夜叹死牙 大家知道童林的轻功好啊 武术更甭说了 对他很放心 童林一个人 一号僧头 约到府衙里边上大厅 金钩道挂 珍珠道卷帘 头眼往里边这一瞧 这大厅里边啊 现在有两个人正在相谈 都是国家的官员 其中有一位面对着童林 童林看他脸啊 很珍重 这位焦黄的脸堂 瘦刀条的脸 一流山羊湖 花呆相间 小眼睛不大有点发肥 是蓝顶子 单眼花铃 童林一瞧 他这个穿着打扮 猜着呀 他可能是 四品之府 钱正义 那么再看另一位 因为这位背后啊 对着窗户这面 那脸儿就看不清楚了 可是一瞧到后边 这位长景亏雾 西游炸卫 双金暴龙 哎呀 他这个顶子 比面知府的顶子呀 可高辉 是亮红的顶子 而且是 双眼大花铃 他最起码 也得二品官往上 不然的话 不能是红顶子呀 再瞧 他累下带了一把宝剑 看让这位 还会些武术 不然的话 他不能带家伙呀 就听这荣华之府 钱正义说 哎呀 侍卫大将军 您来了啊 这是给我呀 撞腰眼子 我可有主心骨了 不然的话 明天杀沈代官这些人 真要有人接发闯 你说我一个文官 就算手下有一些拆官 有一些兵兵 他们能够护得住吗 能够打得跑那些飞贼吗 哎 大将军 您可辛苦了 就听了大将军 呵呵一乐 然后慢慢站起身来 知府大人 我现在就休息去了 明天见 啊明天见 明天见 这知府 这知府也就站起来 就在这位大将军 那么一转身 奔门这儿来的时候 同林一眼 把他看得清清楚楚 这也看清楚 同林一惊 那个脚啊 差点松开 险些在房上掉下来 那时候同林认识 这位大将军 太认识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乃是同林的好朋友 一块出生入死 打过剑山 蓬莱岛的金莲花 凤琪 凤琪现在 也就四十来岁 长得精神 那二多岁时候 在江湖上创当 号称叫第一美男子 不但说脸长得白净 五官周正 在他两眉毛当中 还有一朵酒瓣金莲花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这朵金莲花 就是他的老师傅 四大名剑 头一位 正古剑 董签 董画一老人家 给他磕上的 然后涂上金粉 当时老剑 他的意思就是 江湖上鱼龙混杂 而且有很多坏人 望自己的弟子 创当江湖 出淤泥而不然 就像莲花一样 哎 他有这么个 莲花大 因此大家给他个外号 叫金莲花 这金莲花凤琪 是满人 他们家呀 是郑黄其人 不过他的父母早死 他从小任董老建克 为师父练武艺 后来呀 二多岁了 要创当江湖 这位可很豪爽 把整个家子 全部捐献给江湖陆林道了 拜托了几个标局 说真要是练武术的困到咱们精师了 哎就拿我的钱 接济他们 然后凤琪 就够奔两军挣钱 投奔了童林 随着宁耿摇 攻打剑山碰的岛 你看 童林等人立了功 反而被雍正等人给夹害 但是雍正 不但没看凤琪 还重用了他 现在凤琪已经被御封卫 御前的大市委将军 官封一品哪 看来 这雍正 种族观念还是很强 那个凤琪是满人吗 是女真人呢 哎 他重用 本来金列花凤琪 在近日里就准备 到陕西长安城 去 东领兵马 当那个福远大将军 就接十四皇子 允提的那个空位 本来这个位置啊 雍正想让年庚瑶去干 但是现在雍正对年庚瑶不放心 认为年庚瑶和童林这般 见下很有感情 重用年庚瑶 恐坏大事 所以就要派凤琪去 哎 浙江荣华 除了沈在欢这案子 雍正 这才派凤琪 亲自查明此事 然后救激政法 那童林过去 和凤琪在夜过之反 甚至在夜床睡觉 在一起爬平落雪 跟剑山蓬雷倒英王他们斗啊 那十来年的矫情 所以说 一看凤琪在这 同林很意外 但是同林稳住了心神 一较功夫又上房 这支府钱正义 一直陪着金莲华凤琪 来到凤琪 休息的院落 到了门守这了 凤琪 这才冲上拱拱手 闺福 您也早点休息吧 好了 那大将军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这位向后退两步 然后转身走了 凤琪 开门撩帘子往里来 随手把门带上 这个屋里边 点着一只蜡烛 不太明亮 昏黄的灯光 凤琪一个手带门 他就感觉 不知情 没有人 他凤琪这耳音多好事 眼睛还没等看准呢 就感觉出来屋里有人 抬头再往前一瞧 啊 什么 阿弥陀佛 是童侠客 可不是童林吗 童林暗中一瞧 凤琪奔这屋来 就先跑到这屋 上床挡着他 凤琪不愧是 久经战争 现在又是大将军 玉事不慌不乱 看看童林 他伸手拉把椅子坐那里 童侠客 你在京中的一些事情 我都知道 可这次我来浙江 不是为你来的 忘你不要给我找麻烦 哦 玉前大将军 我还是刚刚 从那智福的嘴里边 才知道你这个关系 不然的话 我还以为 你和咱们很多豪侠 一并让那暴君给毒死了 你没有死 真是江湖之心 凤琪听这欢的脸就一红 他刚要说什么 童林不让他说话 凤琪 我通海川 有事相求 只要能答应的 我可以答应 我要不能答应的 还请通侠 免开松口 凤琪 我想你我之间的交情 再加之 我对你 所了解 你平日的为人 你应该答应 我明话告诉你 我 还有我很多朋友 从广东赶到浙江 就是要救 沈在宽公子 我们到这也听说了 因为沈在宽的案子 有很多人 都被掐奸入狱 说明天就要杀之 凤琪啊 沈在宽 乃是一个读书的先生 是浙江的才子 被很多百姓 所推崇 他犯了什么罪了 就要杀他 暴君无礼 他在朝廷杀害大臣 在他自己家 他迫害自己的兄弟 对于我们江湖豪侠 他也一并出之 我想你不应该跪倒在暴君的脚下 助纣为虐 这次你还是高抬贵手 饶过沈在宽吧 童家 别的事情 我可以答应 这件事不行 我是奉圣上的旨意 专门来查清此案 然后将沈在宽除掉 是网路报王恩 当起柴行其礼 还望童家不要难留 本来童家可大闹惊失 豁灭九族之罪 我身为御前侍卫将军 我就应该将你多知 可是天不念万不灭 一 我们都是无疾门见下 再一个 我们还是患难之交 这次我网开一面 童家 你述数 许你一般人等退出浙江 不要逃我的麻烦 要是说别的剑侠 见丰祁 丰祁也就不这么说话了 可能抬手就抓 他确实跟童林 不单说在一起共事多年 而且还有门户关系 你像他的老师傅 说四大名剑 董老剑客 那是童林本门的亲师爷 要这么论着 丰祁比童林还高一分 但是童林一出事 属于别开天地 自创一家 自己另立门派 因此 这些长辈 不和童林论辈 反正无论怎么说吧 凤琪觉着 我还应该给童林 留一念吧 他走了就行 我别抓他了 童林一闪瞬 骗腿在床上下脸 用手指着凤琪 我真没有想到 就你堂堂的金莲花 过去是何等的豪爽 散尽家财 行侠仗义 可是现在 就要给暴君做英权 真是我童林 遗憾至极 凤琪听此言的脸也战红了 从椅子上站起来 童夏哥 过去你也保着皇上 为朝廷攻打 剑山碰来道 你就不叫英权 而我金莲花凤琪 我被皇上重用了 我现在要杀掉 与国家对立的要犯 我就成英权了 真是岂有此理 嗯 凤琪 怎么 你连什么叫豪侠 什么叫英权 还没有弄明白吗 真可惜啊 我的老师爷 独老剑客 怎么瞧瞧的你 不错 我同林同海川 过去是 保着您庚姚大帅 寻访四川 打剑山碰来道 我也是为皇家做事 可是那是 康熙大帝 他一心为国为民 产除强大 而英王傅昌 占据剑山碰来道 拦路大墙 断道皆踩 指百姓于水火 既富豪于天堂 我同龄等剑下 为国家争讨剑山 那是一不如此 理所当然 可是现在的雍正呢 他乃是一带暴军 我们不但不应该保他 而且人人得而诸之 你说你现在帮他 不是英权 又是什么呢 凤七听同林说了这几句话 默然许久 最后把身子一转 摆了摆手 同家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了 不过我希望你 明天不要露头 如果明天你露头的话 我就绝不念旧听 同龄听到这一转身 好吧 明天见 同龄一闪身 推开房门 飞鱼而出 跳出复雅 一夜过去天光大亮 金连华凤起 见了知府 告诉他 严家防范 今天或许有人要接法长 这知府一听也发毛啊 大将军 我那总兵官已经都掉来了 五千兵马 已经全部掉到府衙外 请您指挥 风起告诉 这五千兵马 开始列卡 三不一卡子 五不一哨 就从府衙 一直列的法场 说过去 或者是别的案子 要杀什么人 有百姓啊 可以来看热闹 瞧一瞧 不过这次杀沈在宽等人 不允许百姓进前 有些百姓都知道 这次案子太大了 甚至哪一趟街 都有被抓的人 干脆咱别出屋了 可风声鹤唳 人人大胆 那个法场 就设在荣华府城 西门里边 这个护肠 沈在宽 被压在秋车木笼里边 咕咕咕咕咕 拉到法场处 有人把秋车门打开 伸手一提 把他拉出来 平日里沈在宽 风流倜傥 那是一个美貌的公子 可是现在身有重伤 很狼狈 头发散乱 身上还有血气 被绑在一个庄绝上 在他身背后 有两个龟子手 光的绑子 配着大红林的鬼头刀 满嘴的酒气 这是喝了酒壮胆 再看 旁边又庄绝 都绑上人了 因为这次杀人太多 这庄绝绑得还不够呢 有的索性就不绑了 就地暗跪下了 只要炮声一响 这边就行情 念南北北 搭好了奸展棚 金莲华凤旗 就端坐在里边 在凤旗身旁 还坐着四个人 谁呢 蓝石四雄 蓝勇蓝亮 蓝龙蓝虎 这哥四个 他们的官位 比凤旗低 在这碰着凤旗了 他们都听凤旗的 再看着兵马在四周围 把丑子全都兜好了 弓箭手 一个个准备 景当利落 谁要敢接罚场的 就设个刺维的样 这时候 同林等人全都来了 往里一看 同林心如火烧 眼瞧着 沈再宽等人 就在罚场之内 可是怎么相救啊 我们这几十件下 往里不是一闯 如果救不下了 沈再宽 恐怕 也有人要死在里边 再说 那龟的手 就在沈再宽等人的身边 我们往里一闯 那手起刀落 那不也就完了吗 同林百思无忌 可是干着急 也没有办法 这时候奉旗下令 点火 放炮 火公司拿过那火绳 晃去蒙头灰 对准新闻 要里翻身 就听着 啊 投声猪魂炮 一般的规矩 放这个声炮 允许人入场子里边祭奠亡灵 可是现在的根本就不允许祭奠 时间不大 第二声炮就响了 吃大 只要第三声炮再响 刽子手刀起人头落 奉旗 用手捂着多爱 两眼闪亮往自己看着 心想同林这个人 能不能冒死闯进来 这那样的话 同林的同林 我就要和你一死相战 他刚想到这儿 就听了西南方向 这官兵队伍 哇 就乱了 他以为是有人接发场的 可是再一看的不对劲 怎么着 有个马车楼了 四股大马车 五匹八八的 平板大车上面放了一口白茶大棺材 一头大一头小 凤旗大怒 心想这谁敢死人了 拉这么一口棺材 没把马约束好 马毛了 哎呀 这马还横童直撞 就奔着凤旗的这方向来 在场的官兵 也都很敢意外 那么一愣神 可这辅马车 就到了沈蔡宽 他们窃进 猛然间 那个棺材 那棺材盖 他就飞出去了 从棺材里边钻出一个人 还没等看清 这个人神无样的 就撬下马车 来到沈蔡宽的跟前 大叫了一声 沈公子吗 沈蔡宽 有气无力的一点头 正是我 沈公子身背后这俩跪的手 还没弄明怎么回事 咽喉就挨了两件 不从保地而去 接着 就沈蔡宽这人 用保健一划了 把他绑绳就划了开 伸手一提 就追这马车 金莲华 奉旗一看 啊 是揭发场的 他也明白过来了 揭发场这位 是拉着沈蔡宽 用手那么一搭 就窜到马车上了 然后把沈蔡宽 往棺材里边一扔 此时 金马已经跑到 东南方向 这个官兵窃进 奉旗大叫 拦住开弓放箭 那弓箭手啊 任扣天弦 揭发场 揭发场这个人 特别聪明 把沈蔡宽 往棺材里边一扔 他跟着 向前一扑 也趴在棺材里了 前辈的弓箭 都射在棺材头上了 他这口大棺材 就成了一个小吊宝 小堡垒了 奉旗一条 这还了得 他一招巴巴赶产 身子往前窜 追这马车 接着一排 雷下的箭 点崩黄捏 蛤蟆口 咱咱咱咱咱咱 宝剑出下 燕子三潮水的功夫 他咱咱咱咱 就追上了马车 宝剑行的一百万 光打 前面那两匹马 马脑子让这一箭小吊了 马这一倒 后面那两匹马呀 往前的一半扑桶也趴下 这马车光当 栽过来了 上面的大棺材 差没掉下来 兵过 凤旗航剑 拦在前面 用手一指 小背 休想逃窜 同林他们在后边啊 可看清楚了 原来劫阀场的不是敌人 正是白乌生 同林也来不及多现了 一叫清宫 在那官兵脑瓜顶上飞过来 几个起落 就到了凤旗的身边 双掌合十 凤旗啊凤旗 你要给我同里面子 给我闪交生路 以后我不再讨扰你 不然 我们两个就要有一位 命丧 当堂 优优独的家伙路 不太席了 有什么意义 优独的家伙路